疫情延燒 各家的防疫險是陸續停賣了 不過有一人就表示說 四月明明有收到富邦續保通知 而保險員也告知說符合續約的資格 結果又收到簡訊通知說不續保 認為權益受損 要號召其他保護來自救 對此警管會就表示了 而針對招攬爭議 已經請富邦來查明回覆 而富邦產險在傍晚的時候 作出回應 對於四月二十號 收到富邦即發的續保通知書 以收取保護的保費者保險契約確認成立 本土確診數不斷增加 各家產險公司考量 未納量陸續停售防疫險 像是照封產險 就以公司的風險未納量承受額度 已經超過原本預估 所以不再承接防疫險續保業務 而富邦產險也有同樣的情況 卻也接連引發爭議 像是有藝人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四月十明明已經收到防疫險的續保通知 保險員也告知符合續保資格 卻收到簡訊通知不續保 認為權益受損 將號召其他保護之急 保險公司的衡量它的未納量不夠 經濟很卡 雖然是合理啦 但是不合情啦 而且這個是不聰明不理智 造成這個所有的保護心裡是惶恐 對這個保險產生非常大的信心不夠的地方 對此金管會表示 產險防疫險為一年一約 而且不保證續保 保險公司對於是否同意續保 有主動權 也強調針對招攬爭議 已經請富邦查明回覆 面對民怨事起 加上金管會的關切 富邦產險發出聲明 對於四月二十號 收到富邦寄出的續保通知書 以收取保護的保費者 保險契約確認成立 由於防疫政策的改變 不只影響到產險公司 連受險公司也受到影響 現在也傳出 受險公司將針對法定傳染病住院 有加倍給付的保單 在四月底前全面停售或是改款 未來會明確界定 必須要重症住院 才會理賠 以免衍生投保爭議 記得陳嘉欣 吳家寶台北報導